为什么在打反手后场的时候 他们很多时候都选择过渡到远往一致 而不选择过渡到后场底线 有没有知道为什么呢兄 我们在打反手后场被动过渡的时候 为什么不过渡到后场 因为当我们过渡到后场的时候 我们给的球是嘛 是向前向上的 那我们过渡完之后 那对手是不是有机会 从上线下直接把我们打死 那我们过渡完之后 下一排还是在防守 还是很有可能丢分的 对吗 所以我们要过渡的话 要想反败为胜的话 应该是呢 应该要让自己从被动转化为主动 这是一个连贯技术 所以我们在被动过渡的时候呢 一定要想办法 让我们的球贴着往向下走 要我们的球贴着往向下走的时候 我们对手接球 他就怎么讲 他只能在下手接 他在下手接 那他给的球一定是向上的 他给的球向上 那我们下一排就可以什么 从被动转化于拿高点的主动球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败为胜了 对吗 所以我们在被动过渡的时候 你看 我们不光是向后甩出去 我们不光是向后甩 向后甩的话这个球很高 我们要刻意地做一个手腕旋转的动作 这个手腕旋转的动作也叫做向后倒水 向后倒水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光向后甩的时候 我们的拍子在接触球的瞬间 我们的拍面是朝上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什么 要向后倒水 我们要刻意地控制我们的手腕发力 怎么 向前倒水 这是 这是向后倒水 刻意控制我们的手腕 向后旋转 向后旋转 要我们的拍子 压住我们的球头向下走 给一个向下的力 让我们的球能够向下 飞得更贴 飞得更尖 对吗 所以我们在被动过度的时候 大臂小臂向后甩 然后手腕一定要刻意地向后旋转 让我们的拍子 从上线下压住我们的球头向下走 对吗 所以我们在打反手被动过度的时候 我们不光是向后甩 我们的手腕 我们的手腕是吧 我们的手腕要再出球的瞬间 我们的手腕要再出球的瞬间 给一个向下的力 这时候你看我们的过度球 是什么 他一定是贴着往下下走 那对手怎么下 对手只能乖乖给我们一个高点位的球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被动 转化为主动了 对吗 哇 谢谢大家